上年馬俊偉在升級教室 教過我打羽毛球, 幫我打底 這次再打球, 我信心十足 這次的對手是誰?儘管放馬過來 就是我 竟然是曾經參加過奧運 教運勢錦賽的羽毛球高手 黑妹葉佩妍 多多指教… 黑妹葉佩妍是香港著名羽毛球運動員 兩次當選香港傑出運動員 是本地羽毛球壇的領軍人物 黑妹葉, 我知道你有一個強項 就是腳步很靈活擅長跳沙 很心急, 可否示範一下給我看 當然可以 是 不過我先走開一點 好 在我旁邊聲音, 一聲響出來 對, 通常聽到聲音, 我很害怕 對, 害怕… 其實最重要的技巧是怎樣的 說明雙腳起跳, 雙腳要離地 所以跳的時候很重要 我們坐起來的時候 跳的時候會有一個… 整個人的踏空是最高的 我們上去的時候 只不過加上摺腳就可以了 去到最高點的時候 我們就摺起腳 加上摺腳, 雙腳起跳 對, 我們上去那一刻要摺起 我們平時向上跳 可能未必會摺起, 就是這樣 但其實跳一下 我們那一刻會有摺腳的動作 會摺起腳 對, 跳到最高點 手皮的準備都是我們平時 打高遠球、三球 板的準備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我們在準備的情況下 再加上摺腳去雙腳起跳 對, 再去揮板, 打 對… 整個只是這一下 你也打贏了不少對手 對, 也是 因為女生很少人會雙腳起跳 以前在我剛打球的年代 沒有誰是雙腳起跳的 可能是我唯獨一個 是後來開始 我之後就越來越多人 有雙腳起跳 是 延伸出來的, 女生 好, 馬上跟人對打一下 好嗎 好… 好, 好 黑妹2005年代表香港參加 青少年羽球錦標賽 自此展開職業球員生涯 2008年起, 三戰奧運 更曾經在亞運勇奪銀 世界排名又曾升上第九位 可惜無緣參加今屆東京奧運 黑妹, 聽說你小時候 已經接觸羽毛球, 是嗎 對, 其實我很小時候 已經玩很多不同項目的運動 其實之前我媽媽有給我學 一些坐的彈琴 但我坐不久, 一分鐘就起身 到處走, 媽媽就知道我不喜歡 就算了, 你也不要去學了 六歲開始接觸羽毛球 是 到了中四, 你就作出一個… 也算是人生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決定停學, 不讀書 做一個全職的運動員 為什麼會有這個決心去做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有機會做到運動員 而是當時蔡叔覺得我有這樣的功能 同時我也因為自己也喜歡打羽毛球 當時你也是中四, 即是中小 家人應該一定會有很多意見給你 他們是否贊成支持你做這做法 其實不是很贊成 是嗎 就是一半半 他不贊成的原因 都是因為我媽媽 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到大學 在我媽媽的學歷是很重要的 他贊成都是因為純粹是我喜歡的 而且當時也很靠我財叔幫我跟他說 是, 說服他們 對, 說服他們 令他們可能給我嘗試在這方面發展 我知道你這天也很有心 特地帶了一些戰衣來跟大家分享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好嗎 好, 前面的戰衣 就是倫敦奧運比賽時的戰衣 倫敦奧運也是我在參加三界奧運 最好成績的一次 入了前八, 即是第五名 所以我把戰衣留下來作為紀念 你曾經曾經失準 就是北京奧運那次 當中有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我真的… 我之前也沒有公開過這件事 其實當時拿了多克奧運銀牌之後 其實接著…不是很長時間 之後就在奧運 其實我也很想自己在奧運可以有好的成績 我想自己多練習, 多跑步, 能力好一點 當時就不斷在家練 在多練習和減重量一起同步進行 在這個過程中有點失衡 是 令自己在體重上急跌 所以當時看到我的身形會這麼瘦碎 就是這個原因 當我回到頭的時候… 太遲了 對, 已經太遲了 到了現在的時刻 即是快要退役的階段 我最…我最遺憾就是因為這件事 因為可能我… 我經常都是輸球的時候 我都會想起頭 如果不是因為發生這件事 我會否取得那小塊奧運呢 我會取得奧運奧運 現在的路可能就不同了 對 來到東京的運舉行為的大日子 你作為羽毛球的運動員 是否一定會關心羽毛球的比賽目線 是, 一定會 雖然今年自己不能參加 除了羽毛球 你還會有些奧運的比賽項目 自己都會特別留意嗎 體操, 籃球 因為我覺得體操很棒 是… 以前我剛才打奧運 我比賽完後 都會有特意去看其他不同項目 我都會特意去看體操 Liu, 多謝客妹的分享 是 祝願運動員在奧運的舞台上 全力衣服發揮體育精神 嗯